为什么世界人口会增加 我们没有根据可以认为目前是世界人口增加的唯一时代 假使佛教徒不相信灵魂是上帝所创造的 那么怎么去解释今天世界人口在增加这个问题呢 这个是今天很多人都会发问的一个很普遍的问题 人们之所以问这个问题 是因为假定了众生所居住的世界就只有这个 你也可以认为人口增加是非常自然的 只要有很好的气候条件 医药普及食物生产和防灾的办法 我们必须这么想 我们没有根据说 目前是世界人口增加的唯一时期 但是我们也都没有可知与古代历史时期相比较的方法 中亚世亚、中东、非洲、古美洲都曾经有大量文化存在 然后又消失了 对于这些文明 我们连一些可以用的人口普查的资料都没有 人口和世界上其他事物一样 也都是有起有落地循环着的 在出生率经人成长的循环中 一个人可能因而反对这个或者其他世界的再生 近几千年来 我们还没有证据去证明 从前在世界某个部分 曾经有比今天人口还要多的地方 很多在其他星球死了的 可以再生到这个地方来 他们由于医药方面 和用来保护他们生存的资源较多 而免于非适当的死亡 也都因而活得较为长寿 这个是人口增加的一个要素 除非有人设法控制 否则人口会越来越增加 因此 人口增加的职效和责任 必须归功于今天有效的医药措施 和其他的环境 这种成绩和责任 是不能归于任何宗教 或者任何外在力量的 有些人相信 一件毁灭人命的不幸事件之所以会发生 是上帝为了减少世界人口而做的 上帝被他自己创造的生灵 如此多苦难 那为什么不控制人口呢 为什么他创造了这么多的人口 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国家里面 而这些国家 又不是没有足够的粮食 衣服 和其他基本的需要 那些相信上帝创造万物的人 不能够给这一个问题 一个满意的答案 贫穷 不幸福 战乱 饥饿 病疫 饥荒 都不是由于上帝的意志 或者某些魔鬼的反复无常 真正的原因是不难发现的